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法大师卢君洪台长是澳洲东方华语电台的台长 弘扬中华文化与佛法已有二十年 卢君洪台长以数十年无私忘我的慈悲付出 感化全世界一千万佛友 结缘佛法 离苦得乐 令和平理念深入人心 使中华文化传遍世界 心灵法门开启心灵之门 白化佛法启迪智慧人生 无数佛友跟随卢君洪台长学佛修心之后 明心见性 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身体健康 家庭和睦 事业顺利 灵业事迹举不胜举 受益人群不计其数 卢君洪台长也被尊称为佛菩萨 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至今 卢台长亲赴亚洲 欧洲 美洲 大洋洲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举办近百场弘扬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大型演讲 在全世界掀起一股学佛修心的热潮 现在 全世界已经有一千万佛友 跟随卢君洪台长学佛修心 作为佛法的极大成者 人类灵魂的心灵导师 卢君洪台长为世界和平与文明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与认可 2012年 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 授予卢君洪台长世界和平奖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台长也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堂 弘扬佛法 并在英国国会上议院获得颁发 英联邦民族社区特别贡献奖 意大利九富盛名的歇纳大学 任命卢台长为荣誉客座教授 卢台长还获得马来西亚皇室赐封拿督终身荣誉爵位 并在联合国 美国国会 德国柏林 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 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奖项 卢台长还作为特邀嘉宾与高僧大德佛教领袖 一同出席2015年联合国卫赛节庆典 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 在联合国总部出席2015年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 使佛法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新年一时 我们有缘再度相聚在悉尼好市围 聆听卢君洪台长为我们带来的最新开示 感恩观世音菩萨佛光抚照甘露变洒 感恩卢君洪台长 慈悲成愿广度有缘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君洪台长 请卢台长接受佛友敬献的鲜花 《沟 soldier忌孟靖》 《沟悟山情态》 那麽管心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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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今天到场的悉尼朋友和嘉宾 大家新年好 今天呢 又是我们伟大的 释迦牟尼佛的成道日 缅怀我们的佛祖 佛陀为人间带来了佛法 让我们离苦得乐 所以今天我们的三界导师 四生慈父 仁天佛祖 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成道日 让我们缅怀他 感恩他 如果今天大家有慈杀戒 今天有戒淫 识数不思 诵经念经 今天的功德比平时的善法功德 要多出上百千倍 宵夜非常的迅满 愿国泰民安 佛光普照 佛日增辉 今天呢 已经是2016年的第一场法会 是我们最新的 最近的主题 那就是我们继续要 学习中华传统文化 弘扬佛法 去除心中的烦恼 去除自己家中的矛盾 去除我们身上不好的习惯 迎来新年的吉祥 迎来心中的慈悲和宽容 我们的人生在不知不觉当中 一年一年的逝去 一无所得的人生 换来晚年的全身病痛 每天的想不通 烦恼换来了我们心中的忧郁 和老年痴呆 两周前 在我们悉尼的Riverwood 一对夫妇 深夜吵架 两人月有一个孩子 女子这一天 非常的气愤 拿了一把尖刀 插进了男子的胸口 打出血 刺中心脏 然后 这位女子就让别人去报警 被Bow的法院 现在控告谋杀 每一天 在全世界 因极度的忧伤 和忧郁症 想不通的人 有一百万人自杀 也就是说 每三十秒钟 就有一个人自杀 在2015年 圣诞的 这个 结江来临的时候 澳大利亚的一个 十四岁的少女 叫 吉西卡 她患上了 严重的忧郁症 有三年 她们的全家 非常的痛苦 就在圣诞节前 当母亲给吉西卡 买来了 非常可爱的 小熊玩具的时候 她第二天 就永远地 离开了这个世界 据报道 澳大利亚 有近十万人 严重忧郁症 每天会有 五十多人自杀 所以人间的烦恼 只是浮云而已 今天不开心 过几天就会过了 所以在生活当中 我们要学会定 什么事情 不要着急 给自己和别人 多留一点空间 骂人不要过头 吵架 不要过分 你等于给自己 留了一条后路 你就会化解 自己很多的成见 我们生活的矛盾 实际上 油炉烧菜一样 我们的火 不能太大 生活当中 需要良好的心态 就是好的火候 因为火气和脾气太暴躁 你的命运就会烧焦了 你的命运就会变了糊了 所以佛法就是每个人的心 因为每个人的心 是由你自己主宰的 要用佛性来安排自己的命运 人间的一切 在学佛人看来 不管你一辈子多有名 不管你一辈子多富有 只是被收尽历史的档案而已 所以发现自己的错误 那是开悟 改正自己的错误 那是成功 发现自己所有的错误 那叫测误 改正了自己心中和身上 所有的错误 那就叫圆满啊 我们人身上的毛病越少 你的命运就会越好 毛病越多 你的命运越不好 想改变自己的命运的人 先要改毛病 身上的毛病 就是你一切痛苦的根源 所以要在自己身上 找毛病的人 才叫智者 有一个炎热的钟步 太阳火啦啦的照着大地 两个走路的人 被热得实在受不了 他们看到不远处 有一棵很老的梧桐树 更急忙地走过去 躲在梧桐树下面 准备休息那凉 一个人看着这棵老的梧桐树说 这棵梧桐树 既不开花又不结果 一点用都没有 另一个接着说 是啊 你看这棵老的梧桐树 长得弯弯曲曲的 还要脱皮 真难看 听到两个人对自己的议论 梧桐树很伤心 但他还是默默地 为他们遮挡着 炎炎的烈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活在了父母和老师等 很多人的爱护之下 但是我们人不懂得感恩 我们的父母亲 反而处处去责怪他们 由着自己的性子指责他们的不是 令他们很伤心 多想一想 父母亲的爱 我们是一辈子都还不完的 所以学佛人要讲孝道 宽慰我们父母亲疲累的心 希望大家要拥有一颗感恩的心 要感恩父母 感恩我们的老师 感恩帮助过我们的朋友 感恩那些为了我们而无私奉献的人 一个人的长大 靠自己是不可能的 靠的是众生 从感恩当中要学会知足 从知足当中 你才会学会快乐呀 中华传统文化 传承佛教精髓 今天台长告诉你们 心中要发三个心 叫原发三心 一个人要懂得有自成的心 做人你对别人要自成 真实无伪 对待一切众生 身心就是内心 一定要无缘慈悲 帮助别人 关怀友情众生 还有一个心是发怨心 当一个人要懂得有怨心 怨力的时候 我要让我的妈妈身体好 我不惜一切 我要让我们父母亲能够和好 我要让我的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 等等都是靠着怨力和怨心 所以万善同归 谱愿有情 自成就是学习一切关怀一切众生 看到邻居家 你的朋友 任何人有困难的时候 你去帮助他 不要等回报 你一定会得到回报 所以要学会 人腻己腻 就是看到别人掉在水中 像自己在水中一样 人鸡几鸡 就是看见别人肚子很饿 你觉得自己也很饿一样 利己利人 达己达人 所以包容一切众生 很多人喜欢讲别人不好 用责任之心来责自己 你会变得非常的有智慧 以素己之心去宽恕别人 经常说 我又不知道 我又没有关系 你经常这样想去帮助别人 你就会误辟误义 误故误我 也就是说 你不会变了一个非常固执的人 所以身心就是长思己过 我们做人要学习客己复礼 常思己过 学习要忘掉自己 不念人短 别人的短处是别人 自己要好好修行 最后发愿心 就是要给别人信心 给别人欢喜 让自己也会有信心 热心助人 成人之美 这就是传统的中华文化 和佛教精髓之一的 圆发三心 我们对待人生的顺境和逆境 台长教你们两个方法 一个人总会会有顺境 一个人总会会碰到很多的不好的逆境 一种方法就是 深处逆境的时候 你要用开脱法 就是说深处逆境不开心的时候 你自己呢 要懂得开脱 想通 想明白 不要去纠结在这个问题上 如果身处顺境 要懂得要懂得要用收敛法 要开脱自己的智慧潜能 面对自己很风光的时候 你要学会低调 免得成为别人陷害你的目标 所以现在的人贪嗔痴慢疑 很容易嫉妒别人 当别人陷害你的时候 你要把它当成 是你让你更为成熟的一种礼物 你把它收下 然后你把它放下 你才能继续往前走 这就是佛法中经常讲的 忍辱才能精进 智者心若止水呀 在古代的时候 有两个做官的 一个叫冯道 还有一个叫和宁 他们同朝为官 两人的交情非常的好 有一天 冯道穿了新买的靴子 去拜访和宁 和宁看见冯道的靴子 居然和自己两天前 让仆人去买回来的靴子 一模一样 于是冯道就问 哎老兄 你的靴子多少钱买的 冯道幽默的 抬起了右脚 不慌不忙的说 哎 便宜的很 五百 和宁一听 就火气大了 转向仆人 就给了他一巴掌 骂道 一模一样的靴子 你竟然跟我说要一千块 这时冯道又慢慢的抬起了左脚说 这一只也是五百块 和宁一下子傻愣在那里 非常的尴尬 不知如何是好 冲动会令我们犯下很多人生不应该的错误 随时保持心静的冷静 搞清楚人间所有的事情的来龙去脉 再下结论 才不至于被别人落下笑柄 学佛人要学智慧 有智慧的人不会冲动 台长教你们一个方法 一个人在发怒发脾气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决定任何事情 否则会让你后悔一辈子 你要远离后悔的话 远离烦恼的话 就要学会冷静 就要学会有智慧而不冲动 人总是在羡慕别人当中活着 人总是不满足自己得到的东西 所以人总是在痛苦当中烦恼地活着 有两个人 有一个人体落多病的富翁 一个是身体健康的穷悍 两个人相互的羡慕 富翁非常羡慕穷悍的身体这么健康 而穷悍又非常羡慕富翁的有钱 富翁为了得到健康 愿意出让他的财富 穷悍为了他的成为富翁 愿意舍弃他的健康 有一位文明世界的外科医生 他发现了人脑的交换方法 这个富翁赶紧提出 要和穷患交换脑袋的思维 手术成功了 穷悍变成了富翁 富翁变成了穷悍 接下去大家听我讲 不久之后 成了穷悍的富翁 由于有了强健的体魄 又有了过去做富翁 成功的意识 渐渐的他积累起可观的财富 可同时他总是担心他自己的健康 一有不舒服就胆战心惊 久而久之 他那健康的身体又回到了原来多病的状态 那位新富翁总算有了钱 但是身体虚弱 然而他总忘不了自己是个穷人 他有着失败的意识 他不断地把钱花在不该花的 无用的投资里面 钱不久都被花完了 他又变成了原来的一个穷人 汉子 然而由于他无忧无虑 患脑时候带来的疾病 也不知不觉地消失了 他又像以前那样 有着一副健康的体魄 最后两个人又回到了原来的模样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如果你的周围都是比你富有的人 你会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穷的 如果你的周围都是比你穷的人 你会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富有的 人间的一切富有和健康 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你的心态 所以人有创造财富的心态 努力加机会 可能他就能成为一个富翁 而有的人在心态上 他认为自己这辈子都不会有钱 永远是个穷人 这样的人 你就是给到他再多的机会 他也很难成为富翁 所以学博人要懂得知足常乐 要学会我们感恩和知足 这样你才会有佛缘 才会有善根 有一个老法师碰到一个非常富有的人 妻子 孩子 家里所有的一切 非常的圆满 什么都不缺 他找到一个老法师说 法师啊 我很痛苦 我现在在人间什么都不缺 我就是缺一个非常满足的心情 结果这个老法师跟他讲 好啊 那么你自己好好去开悟吧 我以后会有办法慢慢帮助到你的 这个时候老法师就在农村嘛 他就跟几个人讲好 趁这个富翁不在乡里的时候 把他家里的所有的家具 所有的钱财 还有他的妻子 孩子 全部偷偷的 把他弄到另外一个村里去 不告诉他 等这个人回来的时候 这个富翁成了一无所有 他非常的难过 天天很痛苦 然后每一天活在惊恐万壮当中 慢慢的他自己天天的变得越来越穷 房子也没了 去卖了 自己在马路边上 过了半年之后 这个老法师看见他龟缩在马路边上 冷的发抖 然后跟他说 你现在觉得痛苦吗 他告诉老法师 我非常非常的痛苦 这个时候老法师说 来吧 我带你到一个地方 一回家 他所有的家具 所有的钱财 还有他的妻子 孩子都在 等到他一回到家 看到了这些 他抱住妻子 抱住孩子 看着这么多的东西 他心里满足了 这个时候老法师说 你现在懂得 什么叫知足了吗 人会忘记现在正在拥有的东西 天天去追求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 这就是人的劣根性 台长 要你们懂得 要认定自己有博缘 有善根 我们要慈悲度人 我们一定会让自己 信心的充满 成为人间菩萨的 我知道台长过去呢 在悉尼呢 开法会呢 是一年呢 有两次 现在呢 因为呢 我在全世界 我几乎每个月呢 要出国两次去弘法 所以呢 在我们悉尼的佛友呢 就是接触越来越少 这个呢 也是真的是不应该 所以呢 我想呢 趁今天呢 大家都在呢 我想多给大家讲一点 希望你们多多的耐心 多多的听 今天呢 很多人呢 很想听的新年的开始 台长呢 会给大家提一些忠告和一些预测 我待会还会给大家看图腾 那么 首先呢 告诉大家 2016年呢 这个世界的经济呢 还是继续的下滑 所以要想经济翻身啊 非常非常的难 因为整体是往下的 我们人呢 应该注意哪两个部位 要特别当心呢 第一个 2016年的气场 对人的心脏非常不好 还有对人的肺 所以我奉劝抽烟的人 最好能够戒烟 因为肺会在今年 特别特别的糟糕 还有心脏 不要生气 不要难过 不要激动 然后呢 还要注意 每一个人的骨骼 就是骨头 所以很多人的颈椎 越来越不好 很多人的腰椎 还有关节 都会越来越不好 要多吃钙片 多泡脚 台长 另外要告诉大家 在2016年 要注意 不要乱讲话 因为乱讲话 会有业障 而且这个业障很大 这就是菩萨说的 舌下有业 一个人的舌头上 会有很大的业障 在2016年的管理人员 和做官的人呢 最好呢 就是见到谭不拢的人呢 要笑 要笑 因为笑能够制止业障的爆发 因为现在的人 嫉妒心非常的重 你不冲着别人笑 你得罪人 你很快就会有凶灾 所以避开凶灾 用什么方法 第一 要笑 第二 可以到门口 待会儿去领一个护身符 带在身上 谢谢大家 再跟大家讲一些房产业吧 那个房产业 这次 今年 2016年 还是会产生很大的波动 那个地震会越来越多 意外增多 尤其是火灾 所以呢 身体上的各类的病痛呢 除了我刚才说的心脏 肺 还有一个就是骨骼的问题 还要注意精神和灵性类的毛病 越来越多 也就是说 现在精神病 精神不正常的人越来越多 想一想 现在夫妻吵架 老婆骂老公神经病 老公骂老婆精神病 这就是要注意的 那么 2016年呢 女人的势力会越来越转强势 所以在家里 女人会越来越掌权 那么今天来了很多的女士了 其实女士这么多嘛 你们开心了 那么鼓鼓掌了 接下来告诉大家 自杀的会争夺 没有耐心 没有信心的人 会面临很大的问题 所以做生意也好 做人也好 要学会坚持 坚持你就经得起考验 记住了 2016年 硬出头的人 会倒大美的 你们要记住台讲的话 我在2015年1月 我讲了 北面会有大火大灾难 我说了 人经济 世界经济会下滑 你们可以拿出来听的 我说人的身体肝脏和肝脏会出很多的肝癌 你去看看 算一算 2015年的肝癌数字是五年之内最多的 告诉你们 你们一定要懂得 在2016年还要注意的事情是财务上面 财务会得中有失 如果你觉得你赚了很多钱 一定会失去很多钱 也就是说 你守不住财 所以股市调整的话 最年尾会出大事 也就是说 在年尾的时候 要收 这是作为台长个人 跟你们讲的 希望你们不要增加自己太多的心力 好好学博 那么有几个月呢 是特别要当心 就是一月正月呢 还有三月 四月 还有七月 还有十月 天灾人祸 增多 很厉害的 所以 讲给大家这些信息 并不是要你们去研究 而是叫你们要怎么样防备 学佛人 平安就是福 学佛人 无事不早事 有事不怕事 我们每天念经 定能消灾吉祥 用慈悲就可以化解一切冤结 用智慧就能让生活变得更加吉祥 太阳 在广播里呢 每天呢 都是给大家看图腾啊 那么 就是最近 听众打电话 让台长给他 母亲 看图腾 台长一看呢 就说他出大事了 已经爬在 瘫在床上 爬不起来了 听众马上承认 并说他母亲刚刚七月出了车祸 八月份眼睛都看不见 台长指出 他的母亲年轻的时候 非常的傲慢 嘴巴乱讲话 爱骂人 听众承认妈妈脾气不好 台长还看出他的母亲 两年前 有一个大劫 差点走掉 听众反馈说 他妈妈当时出过车祸 摔得非常的严重 请大家听一下 录音 谢谢 师父 帮我看一个43年的羊 男的女的 母亲女的 哎哟 出大事 身体非常不好 对的 我看到这个43年的羊 已经躺在床上了 经常躺在床上 爬不起来 是的 最近7月份 吃车祸的 那个8月份 看见吗 眼睛看不见了 看见了吗 我眼失明了 师父 我告诉你啊 嘴巴乱讲啊 年轻的时候 我妈体系是不好 要骂人的 嗯 对 他在两年前 有一个很大的结 差点走掉 哦 对 对的 爸爸骑摩托车 载他的 那个爸爸一点事都没有 妈摔得一塌糊 知道 他上次车祸 是一个结都不懂啊 对的 我现在看他 他有一个眼睛 还有希望 嗯 对 他 右眼还能看到点 一点点光 哦 你要叫他当心了 他要是再不好 改毛病的话 他 他根本看不见了 以后 嗯 三师父 谢谢 谢谢 所以人呢 要学会调节好自己的身体和心灵 身体呢 一定要处于一种平衡状态 所以做人身体好 要营养失踪 不要累积过多 人的精神 身灵 心灵想好 不能烦恼太多 所以心灵 要处于知足的状态 总觉得 我够了 我满足了 你就会变得非常的乏喜 所以 学博人 修心 如果用苦修的话呢 觉得太苦了 修心修得太散乱了 松散了 也不好 所以 佛菩萨教导我们 人要学会平衡自己 叫中观中道 也就是 孔劳福子讲的 中庸之道 所以 做人 什么事情都不要偏得太过分 不要太左 也不要太右 那就是中庸 我经常跟大家讲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要学会把握好 要学会给别人留一条路 你就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学会调节好自己的身体和心灵 就不要常发脾气 要学会忍辱 学会吃亏 做人 要想得开 这个人才能开悟境界 犹如我们在生活当中 吃了太多热性的食品 你脸上就会长苍 身上也会发浓头 这样你就要懂得 我要降虚火 就像广东人经常讲的 为什么要煲汤啊 就是调节身体的内部的结构 就犹如天气冷了 你要多穿衣服 天气热了 你要少穿一点 这实际上就是人的一种调节法 我们在人间 只要符合自然规律 你才不会违背自然法则 我们人为什么会心虚呢 因为我们做的事情 已经让自己的心感到了 有负能量的存在 因为已经是感觉到 自己心做的不对 就像很多的女士 自己跟老公吵了之后 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然后再去跟邻居讲 你看我今天在他吃的饭里面 加了很多的盐 我要咸死他 跟邻居讲的时候 还要争争有词的说 我这样不对吗 他这么骂我 我为什么不可以给他多放点盐呢 对不对啊 他其实他的内心是虚的 所以人的内心有生命的元素 这个生命的元素就称为正能量 所以你不能接受这个正能量的话 你心违背了正能量去做任何事情 你做的就是负能量的事情 所以才会使你的内心感到恐惧和心虚 所以我们经常说 人正不怕影子歪 我们做人就是要对别人好 我们无私无愿的奉献 帮助别人 你就是拥有正能量 如果你去帮助别人 拥有某种目的 为了在别人的身上 能够获取你所需要的利益 那就是负能量 你的心才会发虚 心虚是不能量 执心成心是正能量 你的心总在发虚 你的身体就会不好 你的心情就会受到影响 台长希望每一个人 充满着正能量 多多的帮助别人 让这个世界充满着爱 大热天 残怨里的花都被晒干了 一个小和尚说 天哪 快浇点水吧 赶紧跑了去 提的桶水过来 老和尚一看 不着急 现在太阳太大 一冷一热 非死不可 晚一点时候再浇水吧 到了晚上了 小和尚提醒老和尚 师父要浇花了 这个时候院子里的花 已经变成了梅干菜样子了 老和尚才想起来要浇水 小和尚一边浇水 嘴巴里一边嘟弄地说 师父啊 你看看不早浇 都已经一定死了 浇不活了 所以浇下去没多久 已经垂下去的花 居然全部直立起来 而且生机盎然 小和尚喊 师父 他们可真厉害 憋在那儿撑着不死 老和尚一听胡说 不是撑着不死 是他们要好好地活着 小和尚说 师父啊 那有什么不同呢 当然不同啊 老和尚拍拍 小和尚的头说 我问你啊 我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 我是撑着不死 我还是好好地活着啊 上晚课的时候 老和尚特地把小和尚 叫到门前说 怎么样啊 想通了没有啊 没有 老和尚敲了小和尚 笨啊 记住了 一天到晚怕死的人 是撑着不死 每天都想着向前看的人 他们就称为好好地活着 每一个人都拥有一次生命 没有谁的生命比别人更尊贵 也没有谁的生命比别人更卑贱 问题在于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得生命的真正的意义 去珍惜自己的生命 所以珍惜生命的人懂得好好地活着 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是恩赐 是不容易的一个机会 畏惧生命的人 颓废的人 他们是撑着不死 生命对于他们自己来说 是成为他们生活当中的一种负担的 所以佛教讲 做人要有平等心 生命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你不爱惜他 去浪费他 去糟蹋你的生命 你很快就会失去他 同样婚姻也是这样 你不珍惜他 你不爱护他 天天的吵架 天天的去闹离婚 你很快的就会失去了你的婚姻 所以懂得珍惜的人 才会懂得拥有 你珍惜什么 你就拥有什么 你珍惜你这副牙齿 你天天刷牙 你的牙就不容易掉 不容易住 你天天珍惜家庭 你的家庭就比较圆满 你天天珍惜周围的朋友 给你带来的欢乐和帮助你 你会拥有佛缘和增上缘 你珍惜佛法 你就会拥有佛法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要懂得珍惜生命 珍惜人生啊 很多人总喜欢 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 要求别人的努力 来使自己能够获得成功 这是你管控不了的希望 结果的是失望大于希望 给自己突增很多的烦恼啊 例如在Ashfield 有一位华人 四十多岁的妇女 她出了车祸之后 腿断了 接上了 医生让她自己每一天在家里锻炼 一个月就会好了 但是她很懒 去找了一个当过运动员的朋友 给她点费用 每天帮她来锻炼 结果这个运动员 可能是年纪太大的缘故 也不知道是因为年久失修的缘故 自己不知轻重 也不知道她的骨头好坏程度 结果让这位女士骨头又脱节了 所以这位女士最后跟别人说 早知道我自己锻炼 痛不痛 我自己最清楚 可以用多少力度 我比她清楚 这个事情告诉我们 求人不如求己啊 在美国哈佛大学 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 这个实验呢 讲的是有一年 他们对哈佛大学毕业的一群学生呢 进行了一次关于人生目标的调查 这群学生的智力学历环境条件 基本上都是相差无几 调查结果是这样的 有3%的人 他们有清楚的远大的目标 10%的人有清晰但比较短期的目标 有60%的人目标模糊 还有20%的人没有目标随便 25年之后 25年之后 哈佛大学对这群学生进行了跟踪调查 结果是这样的 3%的有远大目标的学生 25年间他们朝着一个方向 不懈的去努力 几乎都成为了社会各阶层的成功人士 其中不凡有行业的领袖 社会精英和各方面的重要人才 10%的人因为他们拥有的是短期目标 他们也成了各个领域中的专业人士 大部分都生活在社会的中上层阶段 有60%的人他们没有太大的目标 他们安喻的生活和工作没有特别的成绩 生活在社会的中下层 剩下的还有27%的人 他们的生活没有目标过得很不容易 并且常常在埋怨别人 埋怨社会 埋怨这个不给他们机会的世界 记住了 理想是指路明灯 没有理想就没有前进的方向 一个人活着没有坚定的方向 你就没有生活 智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所以佛法讲要精进修行 佛教将精进的程度分为五种 所以你们现在学佛也好 工作也好 在家庭当中也好 对孩子的教育也好 不管做什么事情 一定要精进 但是佛教把精进分为五种 第一种称为家行精进 第一种叫被假精进 被就是被人家的被 假就是过去古时候成为勇士将军 这个意思就是说像将军勇士上场一样 无所畏惧的精进 第二种叫加行精进 就是加强的加行动的行 这种精进呢 就是加强自身的启动力 要坚定坚固自己的信念 不要随随便便 被别人一讲 你就左摇右晃 第三种叫无下精进 无就是没有的无下就是下面的下 就是不要去看清自己的精进 不要去看不起自己 我做不到 这样你才能无挂碍 无恐怖的去精进 第四种叫无退精进 我今天已经做了 我今天已经努力了 我只有向前 我坚忍不缺 我们坚猛心智 遇到苦境 我也坚决向前 这叫无退精进 第五种叫无足精进 足就是脚的足啊 无足精进 就是我们的脚永远不会停止 永无止境的精进 这样的人才会自强不息的达到佛的境界 台长很喜欢跟大家一起学佛度人 台长告诉大家 很多的人生的几句话 但是可以把一个人生的一生描绘得清清楚楚 人生 如果你去去帮助别人 你去助人 你是一种储蓄 如果你吃亏 那是一种积累 如果你懂得谦和 那你就是一种修养 如果你懂得宽容 那你就拥有了一种境界 你如果是冷静的人 你就是拥有了一副良药 如果你嫉妒别人 你就是心中有一支毒箭 如果你这个人非常容易冲动的话 那你就是一个魔鬼 台长 跟大家讲 人生一辈子 就是一张纸 我告诉你们 这张纸你们听好了 人生一辈子就是一张纸 人生出生的时候 是一张纸 出生纸 对不对啊 这句话叫 出生一张纸 开始一辈子 毕业一张纸 打工一辈子 婚姻一张纸 折磨一辈子 做官一张纸 争斗一辈子 金钱一张纸 辛苦一辈子 荣誉一张纸 虚名一辈子 看病一张纸 痛苦一辈子 道辞一张纸 了结一辈子 所以台长最后再给你们加两句 看穿这些纸 明白一辈子 忘掉这些纸 快乐一辈子 所以你们 做人要学会跟智慧的人在一起 会变得越来越智慧 台长有一些小智慧 我也希望把这些小智慧贡献给你们 让你们也学会快乐一辈子 我们学博人要懂得 你学得再多 你在人间想得再好 你如果不去做 不去行动 那你永远都不会超越自我的 所以永远就是在原地踏步 所以有些人做生意 一辈子就是理想啊 我要做大 我要做大 一辈子还是那个小铺子 所以永远不会超越 努力的修行的人 就会跟别人慢慢的境界拉开距离 所以很多夫妻双修境界一起生 有的人老公修了 老婆没修 慢慢的就拉开距离了 所以正是行动 一个人就是因为行动了 你才会让人跟人之间分出高低 修行的精进 使人和人之间产生了差别 你看别人好的时候 正是别人在修行的时候 台长每一天几乎都在广播电台 帮别人看图腾 有一次 一个就是最近一位同修 查出了一种非常罕见的淋巴流 医院说没法开刀 只有等死 半年或者一年半时间就要走人 同修已经做了11次化疗 瘦的就生80斤了 脸色灰暗完全像个鬼一样的 后来遇到心灵法门 烧了两千多张小房子 每月放生 现在病情控制了 人也精神 体重增加到一百多斤 连医生都说这是个奇迹 我给大家听一下录音 谢谢大家 师父有一个师兄 想跟师父分享一下 他叫徐华妹师兄 然后2011年因身体不适 每天咳嗽的很厉害 走几楼都困难 然后去医院当时检查出是 这个病非常罕见的 就是等于在胸口纵格的 就是像葡萄一样 一串一串的 没办法开刀的 只能等死嘛 最后就是当活马医 然后做化疗 医生说半年到一年半就要走人的 期间这个当时这位师兄 人说的只有80斤左右 面色灰暗 现在想起来 就像师父说的人 就是下地狱前的那种脸色 都是像鬼一样的嘛 然后在化疗11次后 从邻居那里知道了心灵法门 开始念经许愿放生 就慢慢好起来了 到现在有2000多小房子烧下去了 每个月放生一次 然后病情控制住了 人现在也精神起来了 从每月要去化疗到现在 只要每年去医院检查一次 现在已经真的很幸运了 体重慢慢上来 现在100斤了 医生也说很奇迹嘛 这个人心成哲灵 有菩萨保佑 我告诉你 什么流都可以搞好 是啊 他已经开始许愿吃素了 他从小就有中耳炎 会流浓 然后自从念经 就不知不觉就好了 所以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因此全家人基本都念经 希望有更多的人 能够坚持下去 也是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所有帮助过 这位师兄的同修 谢谢 所以你看 就是前几天的事情 所以天天有这种信息反馈过来 说在 他是在 我是澳门的同修叫孟孟 今天陪我先生到香港去复诊 报告显示 我先生的癌细胞已经没有了 这是奇迹 感恩大吃大悲 救苦中的观世音菩萨 他说三大法宝叫我许愿放生念经 真的很有用 真的创造了奇迹 我和先生都开心的哭了 刚刚在诊所哭的讲不出话了 真的太开心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把这么好的法门带给我们 所以当一个人在生癌症的时候 已经是觉得很绝望 当一旦好了 念经了 他真的好了之后 他会真的很感动的 这也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那么 新年 菩萨呢 也跟我们讲了一点话 我这里呢 把这个 一些话呢 告诉大家 观世音菩萨 希望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呢 叫佛性常住在心田 就把菩萨的心啊 常住在心中 消除业障 守本源 就是要消掉自己的业障 很重要 为什么要念礼佛 就是还贷款了 把那些账啊 全部要还完 你才能有结绪 所以 人间学佛 结善缘 我们在人间 我们现在在学佛 你一定要记住 要跟别人好 要广结善缘 对别人有善缘的话 实际上 你这个人 就是我们说 有非常好的人缘 就是人家说 有贵人缘了 所以最后一句叫 凡谱归真 尽随缘 让自己变得纯真一点 让自己变得真实一点 让自己变得更慈悲一点 什么事情 全部都是随缘的 没有关系 可以了 我不要 我满足了 我可以了 你一定活在人间天堂当中 菩萨还跟我们说 有一个三平安 三平安 就是不争不斗 心平安 不跟人家去争 不跟人家去斗 心平安 不贪 不恨 生平安 身体平安 不贪 不称恨 最后 不吃 不渝 亦平安 你不去做傻事情的话 你不去 做这种很愚蠢的事情的话 你的意念会很平安的 想想很多人就是意念理想 我去杀了 我去恨死他 我把他怎么样 怎么样 你想想看 你的意念会平安吗 恨别人 真的 有一些人 真的在人间 不要恨 恨了会出事的 真的 现在的人 已经到了 无可救药 在喀布拉玛特 有一件事情 我们的听众告诉台长 他带了一串 非常漂亮的 看上去很珍贵的 这个项链 结果 喀布拉玛特火车站 到了一刚刚走下来 没过边上条路的时候 碰上两个小青年 啪一下子 把他项链拉断 拿走了 没了 对不对 结果他也没什么 没什么之后 第二天又坐火车 从这里下来了 又碰到这两个人了 你知道这两个人 居然还跟他讲话 你说说什么话 以后假的项链 不要戴了 鼓掌 其实人生就是在梦中 晚上我们做的是黑夜的梦 白天我们做的是白日的梦 晚上的梦容易醒过来 但白天的梦很难醒过来 因为白天我们以为是真实 实际上我们也在做梦一样 醒来的称为觉者 还没有醒来的人称为迷者 最执着放不下的 实际上就是对你人生最大伤害的事物 如果你放不下钱 钱一定会伤害你 如果你放不下的是感情 感情一定会伤害你 你放不下孩子 孩子就会伤害你 所以不动心 要放下他 心中才能过关 能让自己快乐自在 这就是聪明和能干 能让别人 跟自己解脱烦恼和痛苦 这就是智慧和慈悲啊 台长要跟大家讲 我们时间已经过了 不能再讲了 没有时间讲了 最后再告诉大家 人间都是像在做梦一样 你在梦里你想怎么样 怎么喜欢 再怎么恐惧 它终归会有落幕的一天 所以我们在人间 不管穷啊富啊 再怎么样好啊坏啊 实际上当我们眼睛一闭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的梦就是开始结束 真正的你开始生活了 所以穷也落幕 富也落幕 开心也是空 烦恼到底也是空 犹如草上的露水 瓦上的霜 都不长久 所以世界万象 都被无常控制 因为一切都不会 顺着你的意念走的 只有我们人要学博 只有依靠菩萨 只有好好的将自己的心 变得越来越善良和慈悲 那我们在人间 才会有无尽的伐喜 我们才会在人间 变得越来越顺利 要想成功顺利的人 就要学博 就要变得越来越善良和慈悲 希望我们所有的人 都能够有一颗智慧的心 有一颗慈悲的心 有一颗助人为乐的心 这样这个世界才会早一天变成大同世界 这样这个世界才会早一天变成极乐国土 谢谢大家 今天跟大家讲就讲到这里了 还有一位非常精彩的发言之后 台长马上上来给大家看图腾 不管你们过世的亡人和家里的情况 还有身体的情况都可以看 刚刚我看见一个老伯伯做的轮椅 他以我我的手就是热泪盈眶 我也是很感叹 人生啊 他也是这么过来的 一辈子为儿为女 最后落到这个下场 所以一定要想开 一定要想明白 人生无常 但是我们的心向着佛 拥有慈悲心 我们一定会变得越来越长久 所以只有佛照着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才会在人间过上非常幸福 美满的生活 谢谢大家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恩 卢君红台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